如何應對 大家好 歡迎收看時事多面看 印尼總統狀科維多多上任四個多月 近日面對不少難題 令他頗頭痛 這些問題對外對內都有 先說說對外 在印尼宣布今個星期 處決兩個澳洲毒販之後 今天將他們移來巴黎島監獄 押送到中爪娃 一個島的高度設防監獄 準備稍後行刑 兩個澳洲毒販 其中一個是易陰聖塵的華裔人士 今次事件亦令澳洲和印尼陷入外交僵局 澳洲總理阿博特一度要求印尼 退回澳洲在南亞大海嘯期間 捐給印尼的款項 又警告印尼如果一意孤行 處決兩個澳洲毒販 將會影響兩國的關係 但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 一直都是表現強硬 沒有半點退讓 退絕 有分析認為 上台超過100天的佐科維多多 總統的寶座似乎還未坐穩 更加要彰顯肅貪反毒的決心 反貪反毒就是他選前的承諾 況且雖然有民權組織反對 但民間也有一定的支持 另一個原因相信是借此提升民望 一位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 滿意作科維多多表現的受訪民眾 借得四成半 比去年8月的七成二跌了不少 為何會跌得那麼厲害 因為他要提名 這個叫做管辣萬人做警察總長 結果演變成反貪部門 和警方大鬥法 上演電影韓戰的印尼版 是否明知那個人涉貪 還要提名他做警察總長 外界批評 這個與印尼選舉制度存在漏洞有關 因為以政黨提名 武士出身草根階層的佐科維多多 實力不足 他能夠當選總統 全靠民主奮鬥黨提名 和支持所致 所以佐科維多多當選總統之後 基於黨內的壓力 則能夠妥協屈服 似乎始終擺脫不了政治交易的漏洞 佐科維多多被稱為印尼奧巴馬 因為他的外形神態 和美國總統奧巴馬有幾分相似 奧巴馬是美國第一位入主白宮的黑人 而維多多是印尼第一位平民總統 經過這次事件之後 任尼夢在佐科維多多身上 可否真正實現 或掀起新一場的政治風暴 就有待觀察了 好了 我們今集先看到這裏 我們下集再見